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跟右边 它会从左 它会最左后方 所以它一下车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到 进到这个馆的这个空间 那其实这个馆的它整个布局呢 我们等一下进来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建筑物它的门 是开在这个建筑物的中间 然后你一进来之后 刚刚有说到左边 左边是管理的接待室嘛 那右边 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 这墙壁上的 大家可以看到 墙壁上的照片 是整修之前的照片 那我们每个空间的话 我们都有放整修之前的照片 因为整修后的照片 大家这实际走进来 就是整修后的样子了 那这边 这个店叫光点生活 那它是一个文创商品的卖店 就是选物店 现在很流行的 那它进去是一个L型的空间 那这边我们现在可以进来 它是一个L型的空间 那前面是前室跟衣帽间 然后再进去是餐厅跟厨房的位置 那现在就是展示一些 台湾现在的一些文创的商品 那再进来的这个L型的空间 是餐厅跟厨房的位置 那刚刚有提到 它其实跟隔壁的咖啡厅 已经是警铃的 那这个门 其实之前是有互通的 那一楼跟二楼的格局是一样的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管的另外一个特色 它有一个壁炉 对 我们管不止一个壁炉 等一下可以 对 总共有四个壁炉吧 这是第一个 对 第一个壁炉 那壁炉是真的有 可以通过去有烟囪 那是因为现在 因为它 试定古迹的关系 所以现在就景座 就观赏 没有在使用这样子 对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说 1920 30年代的时候的 台北好了 好像也没有人到说 需要使用壁炉 可是因为 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因为当初这个房子 就是美国人设计 因为他们要作为 美国领事馆 所以就是 可以看出他们当年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可能按照他们的 生活习惯 他们的很多空间 他们都有设置壁炉 这样子 就觉得要有壁炉才像人住的地方 对 或是像家 自己个家 这样子 对 那现在 我们就是配合 我们电影主题馆的 这个部分 我们有展售一些 DVD啊 影音商品啊 等等的 那以及说 一些台湾或是国外的 一些文创商品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售票柜台前面 上面方有一个那个 因为刚刚有提到 因为这个 我们协会的荣誉旅事长 是侯孝贤导演 那所以这个馆内呢 我们就会有一些 刚开馆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些布置 关于侯导的作品 一些相关的布置 那这个是念影梁 刺客念影梁 然后这是侯导 得到那个坎城影展 最佳导演的作品 然后 我们再往上面楼梯上走 好 那我注意到它这里面 地板都是摩斯 对 然后这边有个地方 可以看出整修的痕迹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会一看来我们馆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欸这是古迹吗 不太像古迹 可是其实 那因为它是花费了 新台币六千万 是 有 如果刚刚你们是从 中山北路经过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 中山北路的招牌上面 有写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捐赠修付 当年 呃 台北市文化局 就找了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张忠萌董事长 捐赠新台币六千万给台北市文化局 来 规划主持这个整修的 整修的一个工程这样子 对 那刚刚有提到 你们会看到这个磨石子的地方 颜色这个 蓝干下面 这个是比较黑 这个比较白 对 黑色的地方呢 看这边也是很明显 这个应该是后来有修复的 对 就是可以看到说 修复的痕迹这样子 颜色比较深的是修复过 有修复的 其实应该它可能有一些回损或什么 你看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板呢 是当年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磨石子的这个阶梯喔 对 那真的很耐用 好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空间原本是大使馆里的卧室 嘿 那现在就是规划为一个小 那个 晚上可以喝酒的一个小酒馆 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壁炉 对 这里有一个壁炉 对 那它户外有一个阳台 哇 喔 这里超正的 对 就是这个阳台就是面对的 车水马龙的中山北路 嗯 可是我觉得这 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走过来啊 对 就是这边 走到这边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边很多树 对 像林蔭大道的感觉 对 这样子 就虽然外面是车水马龙 对 可是因为这边有很多植物 对 都会给人一种很临近的感觉 好 那 这个空间呢 是 我们现在叫VIP路 那以前是 大使館底 用来阅读喝下午茶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 因为它是 这个馆的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其实就是 之前以前那个 陈傅先生他就提到说 他之前来找那个 大使商谈一些重要大事的时候 会在这个空间 因为它就是 比较隐秘不会受到打扰 那其实这个空间 也是我们这个管VIP路 最好的地方 因为它走进去里面啊 其实往看出去就是 在我们景园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就可以欣赏到 花园啊 景色这样 这个地方就是楼下那个 门口的上 对 对的上方 对 而且它是三面彩光 对 是上面彩光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就会很热 对 原来是这样 对 那我们现在 刚好你们现在来的这个时间 比较可惜 不然我们这个回廊 有时候有场地租界 或是说 有人借展的话 就是会有 有时候会有剧照展啊 或是摄影展啊 或是画展 那最近刚好都没有展览 所以呢 现在摆墙壁是吧 它本来就有这么多根柱子吗 这个柱子 没有 这是应该是后来 整修的时候去做 可能是它可能有建筑上的考量吧 所以才 有这个柱子的那个 所以那这边以前的空间 因为你看其实 可以看这里 它其实 这个应该是镜像的关系 有点相反 但是 对它原本的空间 就跟现在 有点 一样又不太一样 对 看起来好像 对 这个是 所以 储藏是跟可能 推测是卧室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 它就是变成一个展览回廊 那平常有提供场地租借 对 然后或者是 有时候他们会 可能有一些人 他们会借来办 刚讲到的什么摄影展啊 画展啊 或是 我们自己有时候 配合影展 会有一些剧照展 对 或是相关的 电影相关的一些展览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 最后一个空间 这是大使管理的客厅 然后我们现在叫 多工的艺文厅 对 那 这个空间我们主要也是 有提供场地租借 另外我们自己 有会规划一些 电影的讲座啊 课程啊 也会在这个空间举办 那这边常常有一些 像外面的片商啊 或是有一些单位 他们可能会借这个空间来办 新书发表会啊 或是新片的记者会啊 等等的 对 所以光这个空间就有两个门 对 就是 我们管 目前看到总共一楼有一个嘛 然后卧室有一个 然后这个客厅的位置 它有两个 对 然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这个管的空 它其实你看 这边的门是跟 隔壁的那个卧室也是互通的 就打开的话就可以通过 然后 那边的门 打开就可以通过阳台 其实 这边一二楼的 那个格局都是一样 就是它其实各个空间 因为 刚刚有讲到嘛 就是 大使会在館顶里面办一些 party啊 对 国庆酒会之类的 那它其实门打开之后 它整个空间的运用上 就会比较灵活一点 对 所以这些门窗 是后来 应该是说它修复的时候 是按照它原来的样式去 当然这些什么窗帘啊 这些玻璃啊 当然都是新的了 只是说 它的 因为它这个是上下 这个是拉的 这个 是往上推的 对对对 这个形式当然是 仿照当时 就是最后官体那时候的形式去做的 对 像这个灯也是 因为常常会有 导览的时候有人问说 这灯是当年的灯吗 当然不是 对 是当年的样式 但是佛照的当年样式 但是不是当年的灯 对